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关怀兴归心苗里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苗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苗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维心圣教 益经大学 维心贤士同修代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共修第二节 继续为各位来禅节 先是罪业之消灭 一定要有法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必可消灭 我们来到世间上 有多生的投胎转世 这一世 这一世 这一生 很幸运投胎在台湾 佛法鼎盛的国度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福报 但是我们先是罪业 还是潜藏在我们的心中 这是非常可怕的 先是罪业 有如我 先是 投胎转世在荷兰 也投胎转世在大陆 也转世在日本 总共有28次 我自己回过去算一算28次 相对的每个人 也都有28次的投胎转世 甚至有的更有福报 会更多次投胎转世 不管多少次 多少次都有带着累劫的月报 我看到 回过去看 在荷兰 在荷兰打仗 用刀杀人 枪杀人 这个也是发生过 在日本也一样 因为 因为在世间上 各个时代 都有不同的 世间混乱的时期 所以我们这一生 混乱福报 投胎转世在台湾 又可以 又可以 修行 来消除 老主 过去生 无量节来的 先是 醉业 所以老主 大慈大悲 教我们去 回过去 看自己 有没有先是罪业 原来 我也不晓得 怎么去找 有一天 老主 开四楼 要用益 你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先是罪业 看动摇 来克四摇 就是有先是罪业 动摇是财 克四摇 就是先是 与人 有财务的 纠纷 动摇兄弟来克四摇 就是 先是 与兄弟有争执 所以这一生 又追上了 动摇是观鬼摇 来克四摇 就表示先是 为官 勿杀人 与人 劫恶元 等等 老主 传给我们的 妙话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那你就先是罪业 没有 你们回去自己查 你送一部 老主玄妙真经 按天德经 然後 然后 再张瓜 拿出来 你不用怕 先是罪业 但还没有发生 你就安心的睡觉 如果是 没有动摇 有暗动 你就要注意 神不知鬼不觉 这就用毅力人天 这也就是佛法巴正道的正见 所以我们这一节要为各位来谈结 先是罪业之消灭 正月 正烈 正烈 正命 正烈 正命 正正烈 才生正 禅定 这活法八正道是我们消除消灭 先是罪业的最高境界 佛陀成为佛陀 也是依照八正道 此时就还行忏悔和实践 而还行忏悔 实践 力行 所以我们的佛法和 道法完全相通 我们静静地思考 拿出一件事情来 过去发生的事 现在拿出来静静地思维 而且要用自己的眼睛来看 过去你以人家有纠葛 有恩怨 有情 有愁的事情 拿出来自己当法官 来判断 是与非 再来 你对于自己 过去所发生的事 对与不对 你可以用意 来占占占博 来占卜 四遥是我们自己 硬遥就是对方 是他 硬遥和四遥 表示你不对 硬遥和四遥对冲 两个都不对 动摇 克思摇 你没有理 动摇 克硬摇 他没有理 这样你就可以来 自我当法官 来审判 自己对与不对 若是错了 你错了 你就赶快向对方赔罪道歉 而且要告知你的指导灵 最重要就是告知你的指导灵 说我什么时候 与某某人的纠纷和误会 这是错了 我会改进 不会再换 请指导灵 请祖先守护神 不要和我一起造恶月 然后你观想着当时的对方 你向他道歉 你向他道歉 向他顶礼 说某某人 什么时候 这件事情 我没有礼 我错了 我向你赔罪顶礼 请你原谅 然后向祖先报告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我错了 我 也已经向对方 忏悔 顶礼 赔罪了 阿清 守护灵 祖先 你们不要跟我同样的换错 这样你的 这件事情的罪业 就消灭 不简单吗 所以我们要听进去 这个奏法 别人不都不知道 只有自己最清楚 带着你的祖先 一起忏悔 这个教授一忍夺道 就主升天 那听不懂 在我们有责任 带着祖先一起修行 你对也不对 祖先也关在身边 你错误了想法 行为 你的祖灵 指导灵 会一直跟着你 一直错下去 到时候我们下地狱了 九贤区族 也是一起下地狱 把礼物了 拔出来了 那就一人得到九主升天 那就一人得到九主升天 修行是这样而已 不是只有 他elet我 那只 caught 在 autom 扯 不在看 让要自己 彻底的 衣法 structures 實踐 用在自己的生活上 聽有喔 聽有大家都升天啊 這就是霸正道的正見 正確的見解 接下來 鄭思維 正確的思維思想 我們對於一件事情 我們的思維 要站在 對方來想 不要只站在自己 來想 這樣是錯誤的 政治 政客 這是厲害的分配 不均 才會發生 戰爭 和發生 鬥爭 那是政治 那是政治 那是台灣的民 也不該為了了分明 將心比心 所以我們要正確的思維 那麼你想這一件事情 對也不對 黃燦老祖教我們 動搖來克四搖 表示 你沒有離 周圍的人沒有辦法來接受 和 肯定 所以 你的想法是錯了 做非常好的 修行方法 若是動搖 克硬搖 表示他沒有離 你所要決定的事情 和對方 利害關係 動搖克硬搖 對方不利 對方不利 那麼 你就要重新思考 修行 就是要兩蒙其利 好多年前 一位台灣的教育家 他問我 師傅啊 你微信中的 哲學理念是什麼 我說我微信中的 哲學理念是利他 凡事 就是利他 不利他 那我們就有 偏差了 所以利他 他不利己嗎 利他就利己了啦 就修行的最高境界 所以這一位教育家 師傅 我扶了 我會 我扶你一輩子 啊這個就是 教育 利他主義 我們的法文 是利他主義 所以這個就是 八正道的 正確的思維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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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 他要收法 也都是以利他 啊 大家都到平安解脫了 那你就是菩薩了啦 聽到有沒有 你們不必利我啦 你們不必利我 利他就好了 大家共同有利 是平等啦 所以你要用意 佛陀 要決定的大事情 啊 一定要佛陀 一定要用意 就不會 偏差 正確的思維 再來 正確的 說話 正語 正確的說話 這是我們的口 我們所說出的話語 要利他 不該說的話 你不要說 在那邊 拆東拆西 亂說話 我們 的中文 好多喜歡亂講話的人一大堆 集成一堆 在那邊批評 批動 那 非常的 又 又可憐 又可憐 在佛祖 弘法立生 49年 有一次要到 零九山 去講道 在半路上 口喝了 就 就 跟旁邊的地主 適者說 要讓龍泉 泉水要喝 那時候有兩個魔界 那時候有兩個魔界 進入波中 水裝起來了 要給佛陀佛祖 想要害佛祖 想要害佛祖 佛祖 看著 那裡兩個魔 剛好 剛好他身邊 把他一位 他的大弟子 大家葉 神通第一 入定 把這兩個魔 抓到 到雪山去 把他壓起來 讓佛陀 水泡下去 沒有事 要到雪山 把他壓800年 所以 佛祖 就開始 收法了 問 大家葉 你把這兩位 抓去哪裡 他說抓去 雪山 壓了 八百年 佛祖說 八百年 他還是會 出來 到時候 還更兇 你為什麼 不用你的口 來說 佛法 來 懺悔 懺悔 這樣的話 就不值 惡 緣了啦 祝福各位 維新聖教 一經大學 閒事同修代表 阿彌陀佛 人的口 是用來 吃飯 呼吸以外 就是運用 就是運用我們的口 來說法 來勸 眾生 說出的話語 讓眾生 充滿的希望 希望 所以佛祖 所以佛祖 就開始說法 說人的口 除了吃飯以外 呼吸以外 最重要 最重要 運用你的口 說話 要讓人 有希望 希望 不要 胡說八道 說一些 傷害他人的話語 這個是不對的 跟你在一起 會讓你說話批評的 都有多生的 親友 或是恩人 這一生 才會 再投胎轉世 和你 去全身的緣 他有他的 做法 他的思維 所以 你們 不要 隨便 批評 他人的 是非 所以佛陀就開始了 當你 未大錯大悟 以前 絕對 不要批評 他人的 是非 當你 覺悟了之後 你就不會批評 他人的 是 非了啦 所以身邊的 那些弟子 我們 非常感恩 歡喜信授 奉行 但是 這會壓在 雪山八百年的 八百年後 他也會出來 出來會更兇 所以佛陀 所以佛陀告訴大佳岳 這個來生你還要再來 再來 杜咒兩位 魔界 魔界 所以大家也 就不敢列盤 在雲走在 喜馬拉雅山脈 這個在提醒告訴我們 人 的惡元 沒完沒了 所以大家也 幾百年前 他還 安住在 喜馬拉雅山的山脈 入定 入定 化為 懸癌 他的呼吸 就像骨疼那麼長 有一天 喜馬拉雅山的行走 遊走 遊走在喜馬拉雅山 看到 一個山崖 有那個兩條的 果藤 好長 就攀著 果藤一直上去 上到山頂 眼睛 兩個眼睛 在動 喔 恐怖的 嚇到了 原來 這就是 大家 月 入定 在喜馬拉雅山 的山崖旁邊 在 在等待的 彌勒佛 彌勒佛 他的出生 彌勒佛還會來 四千 所以有修行的人 隨時入定 在地球 在地球五百月 山頭上在修行 雖然 所以今年 我們謹遵老祖師爭 台灣平安 世界和平的 大法會 二二 龍抬頭 三月三 天四福 四月四 金鐘祥 五月五 正七開 六月六 建和平 所以公請了 地球五百月 阿羅漢尊走 光降台灣 淨土 萬仙萬佛 顧台灣 的法會 五百羅漢尊走 和光降 台灣淨土 那段時間 每天下午 刮風下大雨 坐在啟示著 天氣變化 萬千 所以現在我們也在 天壇 每天恭送維新聖教三十三經 來供養五百羅漢尊走 共轉 天下太平的法輪 這是我們的天命 是責任和義務 沒有功德可言 所以我們在修行 學道 都要 放遠 看天下 不要只顧自己 我能得到什麼 所得了還是夢幻泡影 我們大家要以台灣平安 世界和平 為 我們的修行 本願 這就是 八正道的正確的思維 和正確的說話 我們用我們的口 唸出佛號 聖號 我才想到 七十億年我病得最嚴重的時候 觀世音菩薩叫我一心唸佛就好 唸阿彌陀佛就好 我請示觀世音菩薩 我要拿你求醫 你有興趣 吃藥 你就去求醫 我沒有興趣 一心唸佛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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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唸佛 四月九號 開始唸佛 唸佛 唸到六月十九號 王山老祖聖靈光降下來了 然後繼續唸佛到七月一號 把老祖和觀世音菩薩開示 要開啟藍天聖門 在七月二十三日 開啟藍天聖門 天下才能太平 我說開啟藍天聖門怎麼太平 當時 當時 在七月二十三日 深夜 在 台東大午山頂 天下才能太平 南天聖門 坐前 天下宣 天下宣 南天聖門坐前 購置 表示 天下 太平 之道 所以老祖 開示要以中華文化道童 易經風水 和宗教 來傳道授業 才能天下太平 所以才有今天的 易經大學 五千年來 第一家 第一手的 維新聖教 易經大學 所有的學演學生 就是當下的各位同修 你們是五千年來 第一位 易經大學的 學演同修弟子 你們有偉大嗎 要珍惜 不能留著 放哀呀 我哪裡有比較好的 我在學心通的 我告訴你 普通普通 掉下水啦 普通啦 所以 老祖 九大菩薩 傳給我們的 心法 和佛法 八正道 依止 修行 大家都會有成就 這一生 你們就不會白走啊 所以八正道 國頭的開示 還有今天的八的閒事 我們易經大學 分為八個階層 忠孫孝 忍耐信 和平 平心 閒事 是最後境界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謹尊天華旨 本的為國修道 為民祈福的大本願 那今天 我們共修 在禪節 易經 八德 之正道 和佛法 八正道 的連結 一以貫之 所以 八正道的 正語 我們每天 除了用口吃飯以外 我們要說出 有利於 社會大眾人世間 安身 安心 利命的話語 所以老祖 開示我們 你們講話 要給人家 有希望 給人家 生命 的活力 不要用批評 無中生有 讓人的生命 信心 消滅 這樣 你就是功德 讓人的信心消滅 那你的 月報 就會 凸顯 在眼前和未來 這一點 大家一定要 冷靜的思考 尤其我們大家都是 已經初受惠 數龍工商百業的領導者 大家一起在一起 修更 順利一程的境界 進入 心靈世界 所以都是 正確的 說話 正 余呀 正余 老祖 開示我們 正余就是要大家 念經 這幾年來 來 我們送了很多的經 回古宣書天的經 正余 以送經的功德 來回向 給天 恩 煞神 來做解怨事 解 消災 化解 所以在庚子 在庚子年的武漢 會員 疫情來勢洶洶 一卡上了 一卡上了 命就沒有了 無藥可依 所以老祖 所以老祖 這慈悲 要我們大家用你的口 無藥 送經 天道經 來回向 給 天恩 煞神 來做解怨事 解 消災化解 結果台灣 平安 這個天之密 不可思議 所以我希望各位 當下的法師們 帶領 各位 一京大學的賢士同修 把你們的家人親友 大家 要用 善用你們的口 來誦經 鬼谷宣書村天道經 可以解怨事解 消災化解 那麼今年的 疫情 還是那麼多 那麼嚴重 老祖說 開始了 這個因為 有各位 送那麼多經 來回向給 恩神 煞神 所以 恩神 煞神 給我們的 肯定 是 死罪 可討可免 活罪 生病難免 有藥可依呀 那也是我們的 口亦 口亦 口得 是佛陀 成佛 八正道 正確的說話 正確的 誦經 所以各位同修 我們來讀 歷經大學 是修行的道場 宗教 和學士相互的成就和包容 那其是 圓滿 提呀 所以今天 我們有言 在殘疾山 仙佛寺 仙佛大殘堂 我將這個 法曼因緣 闡述 給各位理解 如何預防 仙世罪月的花生 而如何 當下消除 消滅 仙世的罪業 大家一身清 大家 成我 成聖 成賢 九千七祖同度 這是我們的 教育的本源 唯恩 各位 唯心 弟子們 大家好好 唸佛 好好唸經 把疫經 風水 和宗教 修好 各位就能夠 成聖 成選 成佛 再 當 朝 再當今 大家 那 一天 時間到了 回去 回到 自己的天上界 如來 果味 那不是很好嗎 他回去 也帶著 你們的祖先 多生父母 你們的守護神 好兄弟 願親在主 一起成就 一起成火 回去吧 這樣知道嗎 願意 依此 奉行嗎 願意 那願意呢 我就 中午 一點半 我們繼續共修 由元韻寡師 教各位唱 聖歌 好 好 那我們現在 來回向 請合掌 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圖 莊嚴佛淨圖 上報事重溫 上報事重溫 夏季山徒苦 夏季山徒苦 環有建文者 環有建文者 激發菩提心 激發菩提心 同聖極樂國 同聖極樂國 阿彌陀佛